新北市议会第三届议长选举 民进党高敏慧获得了25票 而国民党蒋根黄 他则以39票顺利连任当选 而副议长则是国民党的陈宏源 同样以39票顺利当选 曾经新北市议员正副议长选举 采记名投票的方式 总共66席议员依据投下自己深胜的一票 陈文智一票选举人戴伟三 陈文智一票选举人戴伯文 结果国民党籍33席 加上五党联盟的六席议员无人跑票 全部投给国民党籍的正副议长候选人 最后由蒋根黄和陈宏源 以39票顺利当选正副议长 陈宏源议员得票39票 陈文智一员得票27票 选举结果陈宏源议员得票39票 达出席总数过半 依法当选新北市第三届副议长 我们恭喜陈宏源副议长 宣誓就职 随后正副议长宣誓就职 而新任市长侯友宜也到场见证 并且和新科议员韩宣致议 而议员们也难掩兴奋 争相合影留念 他们先 没有感情 最后全体大合照 象征典礼圆满成功 记者方建凯 新北市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见